因為大家會說 剛剛雖然說講到他是高教出身 也許對十二年國教 有人會對他打上問號 但是有人說他的長處 是因為他是個管理學者 也就是說他很擅長在於 溝通跟協調方面 也許對於他跟學生團體 跟各個團體的溝通是有利的 你怎麼看呢 當然他一上任的時候 要讓大家放心 就會覺得會強調說 他有溝通能力 可是我們不要忘了 前一任的蔣偉寧 他也是強調 他是橋梁的專家 所以他最會 他也善於人跟人之間的溝通 確實他在當 而且蔣偉寧還有蜜月期 所以他剛開始上任的時候 民進黨立委對他 基本上還是算滿客氣的 可是吳思華 即便他是一個溝通常才 可是今年 不要說沒有蜜月期 連蜜日期都沒有 第一天上任就要接受這個挑戰 然後這個溝通 問題就是說 你這個溝通 你怎麼會找到最大公約數 每一個不同立場的 然後他今年 他現在要面對的 其實是一個比較強勢的 譬如說比較精英家長的挑戰 那這些家長 他又是在社會上是有影響力的 然後又是 他的影響力也可能又會 跟今年的選舉選票結合 所以他這個溝通 我們就看著他 他到底要怎麼溝通 真的 這個看起來 即便是他認為他很會溝通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還是困難重重 非常困難 不過提到 我們他要處理問題 除了12年國家 剛剛提到的相關的問題之外 還有一個是關於整個人才的培養部分 分享 我們